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赛十大 诱惑家庭 好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快乐视频 第一波 能熟读成语千百 能诵读诗歌 就连中文弹唱都不在话下 没有书高 我是一个无人指的地下 小诚 小诚 欢迎你选手正常 大家好 哎呀 长得很帅呀 我看到他就想起我小时候 你妈妈赋予你这样的外形 请问你在这一生当中 你到底怎么辜负了你妈妈的一片心意 我听到那个小场的歌响起了我小时候 那妈妈就放心了 小朋友多加自我介绍 我叫叶伟国 今年六岁 我是最怕冷的俄罗斯人 因为我现在住在广州 哦 确实 他叫叶伟国 这名字很中文 你的俄罗斯名叫什么 Galgy 复说一遍 呃 再说一遍 Galgy Galgy 你说 Gal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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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三个人谁说这个 都说的不对 都说的不对 啊 你除了会唱歌还有别的才艺吗 还会 你除了会唱歌还有别的才艺吗 琴琴 琴琴书画 哦 哦 都你教的吗 对 你会很多吗 是的 你去 琴就是弹琴唱 哦 没有花香 吉他也算 琴嘛 六千琴 琴你会下什么琴 国际象棋 哇 你有多厉害 我国际象棋比赛拿过第二名 也很厉害了 那请几书呢 硬比书法我拿过第三名 你写的是俄文还是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中文 他比一般的中国小孩学的都好 画呢 画画画大熊猫 我拿过第二名 在他的生涯里面 目前还没有第一名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中文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都空缺了这个比赛 他太忙了 他很难兼顾 那除了琴棋书画 你还会什么 我还会无中语言 我猜一下好吗 好 你会中文 对 你会俄文 对 你会不会广东话 广东啊 广东话会一点点 你讲一个 雷豪 雷豪雷豪 那还会什么 英语 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 越南语 韩语 什么意思啊 现在差几个了 差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法语 好了 我们表演个节目吧 提问 提问 猪丹姐姐请问把大象关冰箱里总共分几步 两步 错 只有一步 大象自己把门打开进去然后把门带上 哇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啦 猪丹姐姐看来你挺漂亮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请问把大象关冰箱里总共分几步 一步 错 没步 因为大象感冒了根本不想进去 哇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提问 郑爷爷我会俄语 英语 法语 汉语 西班牙语 你想听我用哪种语言演唱 维打四成名曲歌曲 我只能说我听得懂的对吧 选择一个然后验证叶伟国给咱们这个唱对了没有 那就是用西班牙语唱吧 其实用哪种语言唱这首歌的高潮部分 都是一样的 拜托 哇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啦 请问柳一伟叔叔 我可以把你的名字 用成语接龙的方式 接到家庭幽默大赛 你信吗 不信 我也不信 哇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啦 我信 你接一个 你都信了 我就不用证明了 哇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啦 哇哇哇哇哇 谢谢大家我表拍完了 哇哇哇哇哇 大家好 跟大家开个玩笑 其实不论现场哪一位观众 说出你的姓名 我都可以用成语接龙的方式 接到家庭幽默大赛 你们想试试吗 有 好 好 好 哇哇没想到 哇哇哇 那你从我这接一个 刘一伟 刘一伟是个好名字 字字猪蟹 鸡飞狗跳 跳进黄河起步轻 清清白白 白手起家 家庭幽默大赛 我表演真的完了 谢谢 他的节奏才能特别好 我觉得 你不管什么名字 他就说这是一个好名字 字字猪蟹 鸡飞狗跳 你会多少个成语 555个 我觉得能有55个 我们需要演示一下 需要叶伟国 给我们演示一下 放解冰式 试车下走 走福无地 地北天南南北东西 西游东淡淡产青家 家败人茫茫不带兮 西迈焦猩猩不由己 信了信了信了 他真的不眨眼睛 在飞的时候 完全是全神关注的 麻烦你一下 你把刚才说的这些成语 用俄罗斯语再说一遍 我不会 什么时候的孩子 你的中文这些都谁教你的 爸爸 你爸爸来了吗 来了 爸爸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儿子太棒了 没有我的棒 没有你棒 所有的 您会几国语言呢 一个 我是会讲俄语 你中文也不错 中文 这个是中文吗 对啊 那两个语 我觉得爸爸太幽默了 他怎么练不眨眼睛的 我觉得爸爸也不太喜欢眨眼睛 对 这是一种习惯的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没有 你睡觉的时候会眨眼睛 不眨我都闭上了 很方便 到时候起来也不要 他开一遍 就这样说的就行了 我觉得爸爸太幽默了 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我在中国15年了 好可爱 那您是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对 我喜欢中国文化 也希望儿子也喜欢 您会多少成语 我 2375个 别吹了 我不信 您说一个比较不常用的成语 让朱丹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看能不能考中他 中国人何谷为难中国人呢 冬日下云 你们认识这个成语吗 我觉得对大家都知道的成语 我就不用再解释给大家 宝贝让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冬天的冬日就是太阳 夏天云白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冬天的太阳 夏天的云朵 他就说这个东西 你特别需要 就像冬日下云一样 给你带来了舒适的感觉 对 他现在上的是中国学校吗 他上的是什么 我没看到 叶伟国先生 你长大了 你想回俄罗斯生活呢 还是在中国生活呢 这是他人生遇到的 第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中国 太开心你喜欢中国 而且其实说真的 您刚才的教育 会让很多的中国家长 会有点惭愧 甚至反思 我们无数的中国家庭 都逼着孩子去学英语 对 而学完英语以后 他们真的很多 就忘了中国的成语 很多成语做什么讲 为什么会有这个成语 典故事什么 从哪来 怎么样的故事 很多连父母都搞不清楚了 我们真的希望 很多的中国家庭 别忘了咱们的根 对 希望你能够是一面镜子 照亮我们自己 对 感谢 谢谢 谢谢 来吧 一块吧 来 通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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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都不要害怕自己的孩子 压力一下也没关系 他知道是妈妈喜欢 爸爸喜欢 爱他 那就会很容易学的 他们生意中这两个男人 真幸福 你能干什么呀 疼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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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子 装的没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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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五个屏幕 爸爸拿走四个 还有几个 一个 爸爸再拿走一个 你还有几个 哪个师储 最近我一直拍了很多视频 他完了我却没戏了 爸跟我一块拍个视频呗 我们有请我们的选手 分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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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高兴啊 好喜情啊你 哪个都 见了 你好 你好 几岁了 已经两岁了 已经两岁了 你爸 阿姨好 小宝宝好 请问一下这位父亲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张帆 今年三十岁 我来自山西临坟 我老乡 我就是临坟人 但儿子好像特别有模仿天才是吧 是因为我平常喜欢玩嘛 我在家待的时间比较多 一回了家以后呢 就就玩 喜欢就跳跳唱一唱啊 然后无意识地就发现他在学 那我们看一看他的模仿能力 要不是再不模仿孩子快睡着了 你敢不敢现场模仿一下 让 模仿爸爸 模仿爸爸 那行那咱开始吧 好吗 好吗 看爸爸 我是大力学手 蹦蹦 我是大力学手 蹦蹦 我是大力学手 蹦蹦 我是蜡笔小鲜 妈妈你回来啦 谢谢你妈妈 回来啦 我是超人 超人 我是蜘蛛侠 我是蜘蛛侠 往里面 儿子你真棒 我儿子比较调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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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天天在家就能玩的 这事就给父子老子一块干才好看 搬回家 拍一个短片要花多少时间 拍的事情非常快 有的时候一个视频 也就一两分钟就出来了 那你现在给我们拍一段 准备好了吗 你看爸爸的手势 学气 儿子 练武之人要有气势 啊哒吼出来 啊 啊 啊 大了教你一个 五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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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还是学藤蓝拳吧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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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啊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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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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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子你敢打我 我有个枪 啊 啊 好可愛 看这里 好棒 真棒 说实话 这个小朋友是有表演天赋的 绝对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表演 你应该比我们心里更加开心更快乐 那太开心了 我让大家慢慢看出来 就孩子模仿能力太强 你是什么样的父亲 他将来就会是什么样的儿子 他愿意去学我 我觉得是他把我当做了他的偶像 他的榜样 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讲呢 也希望你把心放宽一点 在我女儿两岁半以前 也完全把我当做他人生唯一的偶像 你以为我是天底下最帅的男人 三岁以后 他特地地改变他的观念 就是刘老师说这一话 真说到我心坎里 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 我想到肯定有一天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就不会再去模仿我了 我真想到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应该去承担这份责任 不管他模仿我也好 不模仿我也好 我都应该用我全部的爱 用对这个家庭全部的责任 去做他一辈子的快乐爸爸 好 对 做快乐爸爸 别指望老做快乐偶像 快乐爸爸 好 通过 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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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意见 谢谢 谢谢 他在两岁的时候就建立了非常好的雄美 你今天表现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你给爸爸鼓掌好不好 因为你今天爸爸表现也好 给他鼓掌 爸爸棒不棒 来 给你按一下 比如说 爸爸你通过 通过 我借这个机会 也给所有爸爸妈妈说一句话 我觉得这方面你们做得很好 其实在教育孩子方面 是不需要说话的 就是用行动教育他 就是闭上你的嘴 抬起你的腿 走你的人生路 演示给孩子看 一了百了 过 大家看到我们在舞台上 我跟孩子特别融洽 但是说实话我很残忽 因为在家里头 一时起居 全是他的妈妈在照顾 我回到家只是陪他玩 所以说我在这儿 要特别感谢他的妈妈 老婆我爱你 谢谢你 社区里藏龙卧虎 人才辈出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不是只有杨丽萍 柔韧性好 看赵大妈 啼叉再清早 不是只有精神 跳舞被人夸 看王大爷在光滑的地上 摩擦摩擦 不是只有杨鸣才会投篮 徐奶奶就没有投不进的玩儿 哎呦哎呀投进了 还能见 还能见过 哎呦都投进了 下一个肯定的机会啊 我 我俩 我俩的开始要连进三个 我们就我们就轻轻轻轻轻过去 哎呦哎 你来了啊 我跟你说大妈肯定大妈加油 肯定地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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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真挺厉害 我说我要这次当干嘛 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 我这大妈连进十几个了 我记得 你们掌声再热烈 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的 因为我厉害 哈哈 不开玩笑 在上 学的时候 我是校队 篮球队 前锋 这个打得好 没办法 当时人送我绰号 鹰木花博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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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场给大家讲 我都不看看 刚才事假装没发生了 您好您好您好 我个人露气 我觉得都不要紧 阿姨好好对付他们 好不好 我祝你成功 好 我祝你成功 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徐树兰 来自哈尔滨 今年66岁 徐阿姨 对 您年轻的时候是专业的篮球 不是 年轻的时候下香 第一次摸篮球的时候 一投就中了 从那以后就放不下篮球了 阿姨那您是 真的是天才 就那一次投进以后 还是说以后还是要练 不是 也没说到什么苦练 就是喜欢这项篮球运动 就特别喜欢 咱们以后搞一个定点投篮 篮球比赛 好 您绝对冠军 您有参加过类似这样的比赛吗 没有 得去比一次 好 你给我机会我就去 阿姨我跟您比 来 好吧 我们一人30秒 好 试试 大学的时候怎么着也进过篮球队 好 准备 开始 最后一顿 准备 只能见到 开始 开始 喝 喝 赛 沙姆灾 来呀 真是 这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进一个 能不能 刘立伟你不来是对的 什么情况 妈 阿姨我不是故意的 时间到 阿姨你能看出我运行了吧 我真认真的 就是太速度快 有点紧张 主任 那个以后 你们学校搞校庆什么的 你就最好别回去了 阿姨我给你比眸眼睛 好 闭眼睛照进 好灵感 谁刚才说比眸眼睛 来有步来上来吧 谁这样说 你先来 阿姨上来 你先坐在这 好吧 传出去啊 我是因为蒙上眼睛才投不进的 我是因为穿了高跟鞋 少来 好的 30秒 计时开始张手鼓励 一哥没劲 加油 劲了一点 漂亮 刚才那个非常劲了 哦 再往左一点 太左了 加油了 凭感觉吧 用心了 用心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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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劲大了 收一点 这个非常好 再小一点劲 小一点力 再小一点力 大哥 再小一点力 小一点 最后的机会 小一点力 基本上70%以上 都会在那个边缘 都有劲的希望 那就说明那个框小了 你就找了你马布里来啊 姚明来 敢给我闭着眼睛头吗 大不了林比林呗 来 云青自贿 这个阿姨 把人这个特别像左罗 加利比海盗 就 就那样子的 议会啊 特别是 阿姨 现在你离南匡 有1.2公里 我从来没有 就蒙眼头过 无尽 大家亮点啊 我原来也是 计时开始 这已经赢了 这就 没有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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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哇 哇 哇 说这个 哦 嗨 我是阿姨这种挺幽默的 我的眼睛 我真的眼睛投得多 阿姨 因为我是您手下败将 所以呢我这票不得不通过 谢谢 恭喜阿姨 谢谢 请您比我妈妈年纪大一点点 那气色太棒了 我要到您这个年纪 还能有您这个状态 我认了 我特别开心了 所以这一票 郑老师您还是办 我必须得投 这状态 您看看阿姨的状态 谢谢 我觉得人不管岁数多大 然后有一件喜欢的事 对 特别重要 如果喜欢的这件事情 同时又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我觉得就是非常幸福 冲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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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姚明 姚明是我道想 我特别崇拜她 我再继续努力 有一天我相信我能会见到姚明 孩子们的友情既珍贵又脆弱 有些人可能还不会说话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吵架 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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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说有理不在升高 吵架不用话多 请听下面这二位的内容简单 形式单一的争吵 你干嘛呀 一聊就不聊 能不能听着 又能听着 过了听着 见我 不见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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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就不见 不见 还不见 还不见 你回我去玩的 很荣幸 刚才片子里吵架的 两个小朋友 被我们请来了现场 这就是我们的小小嘉宾 掌声欢迎他们 二位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我听这些 我听了舞 我听这些 我听了舞 好好好 这是绣针版的白云和黑土 你们好 好 我们这儿是CCTV家庭幽默大赛 你们两个小破孩 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 很可爱 比赛呗 我绝的 你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再说了 你一上来也没跟主持人打招呼啊 您好 打招呼 小姑娘您好 高波叔叔好 你长得好帅呀 来 该你了 高波叔叔好 你真帅 好 好了 咱们说说说说啊 这个刚才片子里俩吵架了是吧 为什么吵架 李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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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陪你道歉没 必须你道歉了 那后来就掏声依旧了呗 我挨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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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为生 哎呀 很遗憾 这个筷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啊 美人最后一句话 来来说一说啊 白云你先来吧 最后一句话 就算一句了 就算一句了 我十分想去刘一伟 好 等一会儿 憋住了 等一会儿 有机会 有机会 没事 反正男的没事 来 大爷 你来 等等 等等 你不许说想去猪丹 你也不许说 把来手火烧票给爆了 好吧 你再说 不行 我就要去猪丹 还有这些鸡 你俩人都让 小宝贝的愿望 来 齐列 齐列 小宝贝的愿望 大家说满足不满足啊 满足 去吧 亲去吧 爱亲谁亲谁 好 亲去吧 我特别想看 他怎么先亲刘一伟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很久没被 为什么被个小男生 亲也会心里酥妈妈的呢 我紧张了 我知道你不叫白云 你也不叫黑土 你们俩叫啥 我叫王可涵 今年几岁了 六岁 你呢 姑娘 大家好 我叫刘天宇 我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铁岭西方县 那你来自哪儿啊 我来自沈阳 那你们俩 一个在沈阳 一个在铁岭 咋碰到一块的呀 夜会俺俩妈妈是闺蜜 但为什么刚才你们 高博不在了啊 高博不在了 高博不在了 关于说他很帅这事 你们俩怎么那么统一呢 我就不信 又又又又来 你们继续 你们俩经常吵架吗 经常吵 那你们俩怎么在于 高博帅这个问题上 给达成统一了呢 到底他帅不帅 帅 帅 火辣 教子有方啊 教子有方 跟郑爷爷比呢 他不在了 高博帅 王子涵 去看你的了 高博帅 实力 实力 高博是没有投票权的 孩子吧 孩子吧 他诚实 其实你要在年轻个七八十岁 你也一样很帅 对对对对 哎你们俩那你们俩关系好吗 好 好 好还老吵架 他老气我 没气 你气了 有一天气 你天天气 你们俩天天在一块吗 咋地啊 咋地啊 总打我 你还老气我 你还总打我老疼啊 气我 打 气 打 气 完了完了 又打起了 停停停 问你个问题 只有一个苹果 你们俩都想吃 给谁吃 只能给一个人 他 天宇开心吗 给他 呦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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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涵 问你一个最熟悉的问题 他 刘天宇 跟你妈妈 同时掉河流 你先救谁 有没有 留意味我都 你还是个财富 你先救谁 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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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俩的妈妈 贵蜜妈妈来了吗 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能够让你们俩有这个缘分 来了吗 来了 来了 来 妈妈跟你们一起 好 来 有请 有请 这样的闺蜜最幸福了 真的 妹子 妹子 姐 练你吧 就听到刚才儿子说的 那个回答的时候 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感觉就是 童言无意吧 但挺高兴的 就是未来她的小女朋友 能做出这个选择 我也挺高兴的感觉 真劝你 只好有勇气 什么都知道 特别好 真的特别羡慕你们这样的闺蜜 请能够让孩子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一起来面对他们的结果 好吗 好 来 一 二 三 通过 太棒了 祝贺真胖 祝贺 告一 祝贺 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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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走吧 你们下次还想来吗 我想来 不想来 必须得来 1992年10月25日 为了庆祝奶奶的七十大寿 我们全家组织了一场家庭时装秀 这场特殊的表演 被大伯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多年以后 成为了我们全家27口人 最珍贵的回忆 这份节目 这个是 活泼 可爱 精彩时装表演 幸福就是那些穿越时光 把岁月定格在胶片中的 我们共同的记忆 ake 稿 表演 第二个 tout 47 各的话 这坏 5 5 5 9 11 5 6 0 5 i cover up to see my moon got a one way ticket to the moon gonna take a trip turn on some town gonna stay in heartbreak and drive i try and take it one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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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拍摄于北京 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登场 大家好 我是李小婷 刚才视频中的这个小姑娘就是我 那年我八岁 大家好 我是婷婷的妈妈 是这场家庭秀的策划者 今天我们又策划了一场家庭走秀 是啊 下面请在座的观众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 妈 那我们从哪开始呢 就从二十三年前那首最流行的歌开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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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 照亮了我 你的眼睛 明亮又闪烁 旁边就相信 最让你依靠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 混乱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 照亮了我 你也有 熊熊火焰 自信 却没追上 我连知道你是真心心满过 妈 等一下还是还有能计打台主了吗 是啊 下面有请四大才子登场 小姑姑 别人都拿着扇子 怎么就你拿口脑笔就上来了 二十三年前 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没能参加上那场走秀活动 非常遗憾 今天我要用我的才艺 为大家献上一份祝福 三位才子 我们一起准备吧 好 二十三年了 我们家的阵容真的是越来越壮大了 是啊 我们家现在已经是 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了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最重要的女主角 登场 请 四十六年了 请 三十五年了 我门开 几个好 三十五年了 我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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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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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门开 想最怕一生把他交给他 只能顺帮忙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好 大爷好 大爷好 我今年七十了 今年是九十三了 如果不背也不花 还能做老虎 还能画画 我心里挺好了 大家都画一辈子多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时间都去哪儿了 在带你好好感受年轻 游游大爷 我是家里的老大 当年那张录像就是我拍摄的 现在大家都在问 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是啊 二十三年 一下就过去了 但我认为 只要我们一大家子 一块在一起 和和美美的 那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就不重要了 大家说对吗 大太子 这字写好了吗 写好了 这是我送给大家的祝福 祝天下所有的家庭 能像我们的家庭一样 家和 换世心 这让我高兴 这让我高兴 老太太还挺硬的 真羡慕你们 还能够把那么长远的记忆 通过影像 重新来到今天 像穿越时空一样 而且还能看到一个家庭 那么和谐 那么幽默 我觉得只有视频和照片 能留住青春 对 家里这么和睦 四世同堂 主要的功劳是 老太太 我特别想说 因为我没有想到 看这样的视频 能够把自己看落泪了 我也有过八岁 也有在童年的时候 外公外婆都在 大家那么多亲戚都在 吃年夜饭的时候 可是突然就问 为什么等到我长大的时候 我的外婆 为什么一个人 孤零零地在那边 那我在做什么 这时间去哪了 其实在我们身边 真的是每天 有一万件事 一百万件事 在地球上 少你一天工作 照样转 很多人以为自己了不起 我不能放下工作 我已经很多年 没陪我们家人吃饺子了 活该 你回去 对不对 你放下 你回去 家一合 万事必兴 所以我就在想 家和万事兴是我们追求的 是你们做到了 你们提醒我们 我们该去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真的 应该再给你们一次 最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反省 谢谢 太老了 您说点什么吧 今天你最大 大家身体的健康 都花一百多岁 对 那您说好了 您得带头啊 我带头 我花一百岁 你们都花一百岁 好 您一定长命百岁 我也在这儿 祝我们家的外公外婆 长命百岁 好 我们祝所有的家庭 都家和万事兴 好 来 三 二 一 通过 期待你们再来 后面有你们的照片 我们的整个家庭 现在是二十七个人 四十同堂 我很幸运 在二十三年前 记录下来了 我们家是幸福的 平凡的生活片段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当中 最伟大的作品 欢迎登陆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凤凰娱乐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一点资讯 在可新闻客户端 新浪微博 手机摆布 每拍 获取节目最新信息 和精彩花剧 请不吝点赞订阅